好,那我们的做法就这样做 首先我先把这个引入这块儿去了 回到我们这个,把这些都关一关,开太多了 回到我们的这个,好,这个us当中的目位叫index 好,然后在这里嘛呢,咱们先把这个就可以去掉了 咱们不这样去做啊,把这个去掉 然后呢,把这个地方也去掉 好,去掉之后呢,咱们现在这个弹窗呢,就没有了,对吧 然后我做法呢,就是首先呢,先在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gis这个组件当中 好,在这边啊,点开 然后呢,先去写一个 然后呢,我们把vue引进来啊,因为我们要用到vue的功能了啊 fromvue,然后再去引入我们这个message box啊 好,from我们的,点上我们的这个message 好,OK,这时候研好之后呢,我们再去做一个对外的接口啊 因为我们可能有很多方法嘛,我们用export的方式啊 直接用export,而不用export default啊 好,大家就明白它们之间的差别 然后呢,我在这呢,定一个变量,就是我们的message box这个方法 好,那我做一个b包出来 好,因为我可能有很多啊,所以我做个b包出来 在b包当中呢,我做一个default,默认值 好,这个呢,就是默认值啊,我们要做一些默认值啊 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去配的话,它应该会有一些默认值 好,那这里呢,我们有title,对吧 这个title指的就是我们对应的这一块,对吧 我们要可以自己指定一下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北京 这个是我们的具体内容 我们就写名叫content 然后呢,我们这里嘛,可能会配一些 其实取消和确定按钮啊 这个是我们弹窗一般都会有的 就是我们来一个cancel啊 我们也是一个空的,就取消的文字 还有我们ok啊,我们确定了文字 好,当然我们具体取消和ok这个两个按钮做什么事呢 我们要写一下啊 我们去写个方法 叫handle cancel 当然呢,除了只能我们就是不做任何事情 我们就是none 或者是我们一个空函数都行啊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出入室的默认值呢,咱们做好之后呢 咱们来在这边呢,return 返回具体我们调用这个弹窗时候的function啊 然后呢,在这个function当中呢 我们接收我们的配置参数啊 这个地方,opts啊 就是我们的配置参数啊 那我们要做成这个配置的话呢 首先配置要对默认进行一个覆盖 所以说我们用复印一个循环就行了 好,然后在这里嘛呢 那我们让defaults的attr等于 这个地方应该是他啊 好,opt啊 循环opts啊 然后说opts的attr啊 给他进行个这个覆盖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配置参数 接下来的defaults就是配置参数 然后我们怎么让这个gs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现在他自带的这个we文件结合呢 这边呢就是会有一个 他会有一个叫mycomponent啊 咱们来创建一个 通过we下面的extend啊 这样一个方法 这个extend呢 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messagebox呢 给他结合进去啊 得到他里面的东西 然后并且呢返回一个类啊 返回一个新类 我们就可以跟这个类呢 跟这个组件呢结合到一起了啊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的 再去看一下wewe的extend 这个方法怎么用 好 然后我们就在下面就可以new 我们的 呃 这个这个他了 对吧 当然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啊 我们创建这个对象就是vm 好 然后在这里嘛呢 我们的el 那el呢 我们现在就 啊 因为我们要弹窗嘛 咱们要有一个容器啊 这个容器我们就create一下啊 当然了 咱们不用担心这个 呃 创建出来这个div会多出来 这样一个容器啊 因为我们删除的时候 也会整体把它删掉了啊 而且呢 大家不用担心说多了一个div会不会在音乐当中把它渲染出来 这个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只是作为这个容器装着我们这里嘛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这边有个template 如果大家理解了解过template这个生命中期的运行原理的话 应该知道当一个我们的vm的实力啊 有这个template的选项的时候啊 我们的template就会把el的这块呢给它覆盖掉啊 覆盖掉 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会多出一个div站的问题啊 说白了就是最终还是这个东西会渲染到我们的页面上啊 以后我们会看到效果 好 最近呢 大家也可以观察它这个 它这个这个这个生命周期啊 这样子上面有生命周期啊 还有一个生命周期的图示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呢 会询问你啊 问你是否有这个template的这个选项啊 如果有的话呢 它是直接去重新覆盖的啊 这个大家要看懂这个选项啊 好 那回到我们这边之后啊 我们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在下面再写下我们的data数据啊 好 data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 我们用的title啊 就是我们deforce下的 title 好 然后 我们的这个 content对吧 也是一样的 用的是我们default的下的content 然后我们的cancel也是用的default下的cancel 好 然后最后呢 ok啊 ok是用的我们的default下的 这个ok 好 这写好之后呢 我们再写 再写两个方法啊 因为我们现在还缺两个方法 在这里呢 那我们是mysource下面 好 关一下啊 好 那两个方法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调这个就叫handle cancel吧 这样一个方法 那我们在这里嘛 就可以 去判断一下default的handle cancel 它存不存在啊 如果说没有设备的话 它是now啊 咱就不用管了 如果存在的话 咱们就执行home啊 default的handle cancel啊 但是这给大家注意啊 我们要让这个方法里面 拿到我们这个 这个组件的vm对象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blend 来把这个意思传进去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handle cancel 就能拿到我们vm这个对象 好 OK 同理呢 我们底下再写一个 我们的handle的ok这样一个方法 好 然后也是一样 我们在default下门 去调用handle ok这个方法 并且啊 当它存在的时候 这个方法咱们对照着写一下 别写错了 好 然后也是一样 改变一下类似指向问题 OK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gs的组件呢 就算做好了 做好之后呢 我们这边呢 已经结合到一起了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去渲染成 我们对应的 这个地方就是tet 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 嗯 这个content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指定的 好 cancel的内容啊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确定的内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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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去配一下了啊 我们这个写好之后呢 回到我们的这个 那当然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我们给它添加到哪里 对吧 添加到哪里 其实添加到的就是我们的 body下就行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嘛呢 是 document.body 然后append child 然后append child 那在这里面呢 vm我们有了 所以说就是到了 el啊 把它添加到 document 啊 这个包了一下呢 然后当我们其实无论你点击这个取消啊 还是这个ok啊 呃 这两个按钮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把这个弹窗给它删掉 对吧 因为它就相当于消失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嘛 都要掉一下 有没有方法啊 就是点击这两个按钮的时候 我们都要把弹窗给它再次删掉 好 然后呢 就差不多了啊 这句话呢 咱们可以给它提到外面了 在这里就做好结合就行了 好 OK 那基本上呢 我们这个message box呢 就算简单的写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这两个方法 我现在先没掉啊 我就先看一下这一块的配置 有种生效啊 那怎么去这个 呃 调用呢 我们回到的 我们这个 呃 木位这个页面啊 那我们就引一下就行了啊 import 然后我们的 message box 然后 from at components 下的 js 下的 呃 indice 对吧 啊 那就直接就js就可以了 好 然后就引入我们的 message box啊 那咱们在哪里去测试一下呢 我们就在这个Mountain的生命周期当中 然后 然后我们直接去调用一下啊 当然我们给一些配置啊 就是title 我们比如说就叫定位吧 啊 给个1吧 嗯 然后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新改的啊 这是 呃 沈阳吧 随便写一个啊 这先随便写啊 沈阳 啊 这个也可以定位 定位就叫定位吧 沈阳 然后我们这个cancel的内容呢 我们就叫取消 然后呢 这个ok 我们就叫做这个切换定位啊 切换定位 好 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出来效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时候我们这个就哎 就动态化了啊 就成了 根据你自行的在这配置呢 它就会变成你想要的 比如说我们加个11来看一下效果 对吧 它就会跟着发生变化 好 那这两个功能呢 咱现在还没加的 咱把这两个按钮的功能加上啊 首先呢 先回到我的这个页面啊 我们需要在这呢 绑定我的这个 呃 touch star 就是按下 那这个方法是哪里的呢 其实我们这边是不是已经写好这个messus了 啊 就是我们一个这个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下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这一块 at change star 然后我们是 handle的 ok 好 这两个方法呢 先绑定好之后呢 我们在配置当中去配一下啊 这样的话它才会生效啊 在我们的这边 去配一下具体的内容啊 我们可以在这边就是我们的 handle的 handle的 cancel 什么function 然后我们用这个 这个对象嘛 我用简写就可以了啊 简写 然后我们在这里嘛 就打印一个 1吧 嗯 然后再来一个 handle的 ok 也是一样的 我们打印一个 2 打印2 好 我们写好之后呢 看一下现在效果 首先呢 先看一下这个弹窗 它生成 有没有生成到我们的 dolly下面啊 好 这时候我们重新刷新一下 这样次数有点多 好 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 messageboss呢 就会出来 对吧 我们点一下取消 哎 它就被删除掉了 并且呢 这边 没有弹 对吧 我们再次刷新 看一下这个弹出结果 便没有弹 取消 没有弹 我们看看这个 这边这个切换定位 还有没有弹啊 也是一样的 没有弹出这个 呃 弹出这个我们的 cancel log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 为什么了啊 好 我们现在的这个 呃 handle cancel啊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地方 已经传到了 我们gs当中的 呃 这个位置 啊 这个位置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它有没有 对吧 点击的时候 先看一下点击的时候 这里面有没有出发啊 这个咱们得一点点来调一下 好 123 好 我们看一下这是在cancel里嘛 啊 我们先取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谈了啊 那说明我们这个地方已经走了 好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defaults的下面这个 cancel啊 看看它 有没有值啊 现在 好 我们点一下 点取消啊 点错了 好 好我们也看到了 确实有啊 确实有啊 确实有的话 呃 它并没有走后码 bend啊 这地方不应该用bend啊 bend呢 它这个地方 它只改指向之后啊 它是没办法触发的啊 它需要再次调用才触发啊 这个我们用call啊 咱们直接触发调用啊 因为它没有调用啊 它只是改了指向 用bend啊 咱们用call啊 这个问题找到原因了啊 好 OK 然后我们再次来看一下 现在的效果 好 点击 是吧 你看1就触发了 2就触发了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好 然后点击取消 OK 这时候就好用了 是吧 然后我们gs的这个组件呢 就算做好了 这样的话呢 在一上来的时候啊 我不需要给它 添加到 页面当中 我只需要在我指定的 这个需求点的时候呢 去调用这个方法 它就会创建出来 然后在我再需要的位置 去取消的时候呢 我再删除它就可以了 好 完成了这个gs组件之后啊 我们再来看 那什么时候去掉这个弹窗呢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 阿甲赫斯请求成功之后 对吧 我们就在这里嘛 去先把它注视一下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先来写一下我们的 获取 我们这个定位的这个接口 好 ge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接口啊 好 这个定位啊 这个怎么实现呢 其实它后台掉的是 那个 一些现成的 一些定位的API 比如说百度的这个定位系统啊 好 都有这个功能啊 其实内部原理呢 就是根据IP啊 或者是一些硬件啊 进行这个 呃 位置的确定 好 然后这个不究竭之后端实现呢 咱们只需要 知道这个 掉用这个接口 就能返回当前 你是哪个城市就行了 好 然后在这边呢 也是一样的 用这个zune ok 然后 iis 这时候呢 一样的 它的接口都是类似的写法啊 msg等于 is.data.msg 好 然后 做一个 判断啊 好 等于 ok的时候 啊 我们拿到这个 城市的这个 相关的信息 嗯 好 把它烤进来 当然这个定位啊 咱们不需要 呃 一上来 立马就去 给用户弹出 对吧 咱们可以 稍微延迟一下 就是说 用户打开这个界面之后呢 可能三秒钟之后呢 咱们再去 弹出我的这个定位信息啊 好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嘛 可以先做个延迟啊 做个延迟啊 ok 做好延迟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一下 三秒钟之后啊 就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之后啊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 肯定不是 写死的 对吧 我们应该是我们 获取到的那个数据啊 那我们去看一下 这地方应该写什么啊 这就看这个后台的接口了 我们后台接口 在data下的nm是吧 那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is.data.data下的nm 好 当然这个nm咱们一会儿呢 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存一下 先存一下 可能一会儿还要用到 好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 这样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回就变成大脸了 对吧 那取消的时候就不说了 咱 这个功能可以不用加 因为咱取消 就直接默认的 就是 删除那个元素就行了 咱取消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那ok的时候 咱们要干嘛呢 ok的时候呢 咱们要去真正的切换了 对吧 就相当是去替换到这个位上 说白了就是改我们的这个状态管理 或者是本地存储 也行 因为改本地存储之后 我们重新弄的页量 是不是也可以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有两种做法 一是重新改状态管理 第二种呢 就是重新改本地存储 然后再重新的渲染性量 那咱们就这样来做 window.block storage 就是点上这个setatm 括号 然后我们去写 写下我们的 no nrm对吧 就我们改一下本地存储 啊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nrm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 no nrm对吧 no nrm对吧 我们就是这个地方 id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要把id存一下 is.data data下的id ok 好 然后呢 我们去重新load一下 我们尽量啊 当城市改变的时候 当这个切换的时候啊 window.location.reload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再重新刷新一下 好 现在呢 我们就等一下啊 大连对吧 切换 你看它又重新刷新了 对吧 就切换到大连了 当我们可以做一个尝试啊 现在我们去北京啊 先去北京 然后我们再刷新啊 你刚才就是大连对吧 最终我们等一下 好 然后点切换 看看能不能切换到大连 哎 是可以的 对吧 ok 那这里面要注意一个细节 就是你已经切换到大连的话 这个提示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因为就是你当前的城市 对吧 所以说当你是当前城市的时候 你不应该再做这个定位的信息了 只有当你是另外的城市 才会谈这个定位的信息 所以这个地方也好办啊 就需要 我们在这个地方拿到之后呢 做一个啊 一幅的一个判断就行了 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下卖的呃 State 点上 Stated ID啊 如果说跟这个ID是相同的 那我们就Return 就不要让它再去弹窗了 这个大家能看懂吧 嗯 好 只有当这个两个城市ID不同的时候呢 我们才去弹窗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 重新刷新一下 现在呢 目前是大连对吧 它就不应该再弹了 我们看一下 哎 它还弹着吧 那说明我们写着有问题了 来看一下效果 好 这个地方写着有问题的话 咱们怎么检测呢 咱们在这边啊 做一个这个弹出啊 这时候呢 你要去测一下这个数据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地方 它都是65啊 但是一个是字不串 一个是数字啊 所以说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个状态管理里面 放的是 是数字还是字不串啊 我们先看一下我的 这个 啊 Ct啊 就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 是因为它从本地存储 得到之后啊 它就是会转成这个 啊 转成这个 啊 字不串啊 对吧 这个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那这怎么解决呢 那你要简单一点的话 你就给它上等就行了 对吧 它会自动转类型嘛 这样你就不用再纠结这个类型的问题了 对吧 你看 现在是不是就好用了 对吧 它这个已经弹了 但是这个弹窗没有走 对吧 好 到此呢 咱们这个 呃 这个城市的这个 呃 联动 包括这个城市的定位呢 咱们就做好了 里面也做了很多组件啊 咱们这里做了 Message Box啊 包括 呃 Loading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滚动啊 啊 scroller啊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把它啊 做好之后呢 咱们把它传到Date上啊 好 这里呢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状态啊 怎么改了哪些 好 这是我们改动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它提交一下 嗯 然后再commit一下 add我们的这个get sitting 好 这里呢 大家注意啊 就是我现在是我一个人开发呢 呃 可能产生冲突的概率是非常小的 那如果说咱们在对人协作的时候 如果说你在呃 末子分支的时候 或者是push你到远端的时候啊 咱们尽量先去pull一下代码 就把这个呃 更新一下你现在的最新代码 然后没有问题之后呢 你再去合并或者再去提交 好吧 好 这里呢 咱们就呃 切换到我们的 这一颗 out一下我们的这个db啊 开发分支上 好 切换完之后呢 我们去进行这个末子的操作啊 好 末子一下我们的get sitting 然后 刚刚no gong ff 好 ok 然后我们去 就按照他的注释来就行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我的log 那 这些是我们 这个刚才做的一些操作啊 我们先推出 然后把它 push到我们的远端 这样的话呢 我们去get hub上去看一眼 对吧 确认一下 嗯 别出问题 好 ok 在这边我们去进来 好吗 啊 这边切换到我们的第一位分支上啊 嗯 我们自己在后面打上这个 打上这个 打上这个分支吧 地址吧 那太慢了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我们的有没有上传成功啊 ok 这就是刚刚我的一个get city的一个操作啊 就已经好了 好 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把这个这个分支给它删掉啊 那我们就branch啊 给它branch 我们先看一下啊 现在是三个分支 我们去删掉我们的这个get city这个分支 然后 再查看一下 好 ok 那现在呢 咱们就开发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好 这边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 它就有个botsf 看看是什么原因 嗯 它这个说我是router4的这个mini下面有问题啊 我们看一眼 这个地方views里面 它这个文件已经合到这里了 这里面可能是拖拽的时候不小心拖拽进去了 咱们把它拖拽出来 好 它应该是拖过来了 现在呢 应该刷新之后就好了啊 这个原因就是 我们可能刚才不小心入朝作把这个文件 在这个编辑当中不小心给它互相拖拽了一下 导致这个文件的这个这个结构发生了问题啊 好 现在应该是好了 好了 之后呢 我们再查看一下状态啊 看看现在有没有问题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确实呃 发生了一个呃 发生了一个位移啊 咱们把它重新的提交一下 然后 commit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bug的一个修复吧 bug fix 好 然后我们就提交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查看一下状态 这边就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再push一下 嗯 修正一下啊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嗯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github上 我们再看一眼 我们的这个里面的src 这个改动的这个情况啊 在这里嘛 好 这里嘛 已经改了这个bug啊 就是刚才有一个文件 有拖拽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小问题 好 OK 因为文件太多了 嗯 行 现在呢 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再来检测一下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效果啊 目前做到的一个情况 北京 然后这都是北京 嗯 北京 然后我们刷新 看一下 定位 哎 然后切换定位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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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